11月29日,被激进示威者占据破坏近两周的香港理工大学正式解封 理大内的危险爆炸品被清除完毕 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景光巡视校园后表示 感谢香港警方与消防处的高校工作,能将校园安全地交还给校方 当日上午,香港警方连续第二天进入理大校园内搜证 并进行最后的物品点算工作 警方发言人表示,两天时间在理大共收获近4000枚汽油弹 1339件爆炸品,601支腐蚀性液体,及573件武器 过程中没有示威者被捕 中午12时,警方陆续撤除理大封锁线 驻守的警员全部撤走,理大附近的交通全部恢复 畅运到康达境等道路重开,有私家车及出租车等驶过 理大通往鸿康火车站的天桥也解封 下午近30,理大校长滕锦光在理大被示威者 于11月13日占据后,首次进入校园内部巡查 他和十几名校务管理层人员分别巡视了被破坏的学生食堂 图书馆、综艺馆以及示威者留宿的体育馆 理大有多处水管爆裂喷水,形成水帘洞 校务人员到爆裂处视察 理大咖啡店玻璃全碎,校务人员踏着碎玻璃进入巡查 副校长魏炳将称,学校和几点钱比较已经干净了一些 但是还留有大量垃圾急需清理 滕锦光表示,理大事件大部分示威者都是外来人士 并非本校学生 所有示威者经警方登记后已经安全回家 示威者看中了理大是开放式校园 且靠近洪开海底隧道,这个香港交通枢纽因此来占据 他表示理大是此次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 今次事件当中,在校园的一千一百多个人士 他只有16个是我们理工的学生 大部分的人都是出品来的 所以我们再次重生,我们其实是这个政治事件的最大的受害者 我们一直坚持,用一个仰道的方法来处理这件事 都是得到和平的解决 这个都算是我说过了,北行中的大行 我们学校都因为和平的解决 多过了一场更大的厚制 滕锦光表示,香港理大有80多年历史 7200多名学生被迫停学 他对理大受到破坏感到非常痛心 接下来,校方会迅速评估校园的安全及财产 迅速进行维修 他呼吁市民应该和平讨论政治议题,理性对话 香港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暴力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 刚刚我们都看到了 很多地方,大楼,汽车,杀银沙 包括图书馆 大家都看到有很多的严重的破坏 不同的大楼,破坏的程度是不同的 所以有个别的大楼 可能我估计都要有一个月以后 就可以安全地开放个别的大楼 我们开放是一个一个階段 该階段会开放,我觉得 我们有信心是 下一个后期可以准时开放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